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 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的朋友 请您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 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 在哪个城市收看 来欢迎今天四位来宾 首先 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 黄介生教授 王老师好 大家好 另外林传媒董事长 施威权施东好 道姐好 还有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 施孝伟 孝伟中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美国共党前亚太区主席 Ross Funger 大家好 好 今天首先来看的 就是从华尔街日报 这个专题分析报道看起 标题是这样的 The US is not ready For the era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那这个标题的意思 其实就是 美国对于大国竞争 还没准备好 特别在这个分析报道当中 面对了美中的大国竞争 全面分析了美军的台海战略 提出的问题包括了 美国年度国防预算超过8000亿元 但是军备严重不足 还有在去年的CSIS的兵推当中 从这兵推结果发现到 美军一个礼拜就用完了 所有的远程反舰巡逸飞弹 而分析原因包括了几个 像是伊朗问题 还有俄乌战争 导致美军的资源分配是分散的 以及国防武器制造商数量减少 还有提到了恐攻事件 911的事件爆发以后呢 发展次世代的计划被彻底的搁置 美军的战略呢 也从大国竞争转向了反恐战争 这是关键的几个原因 另外也提出了解决方案啊 就是在2019年 曾经举行了一场秘密的兵推 还有呢找出搭配外部势力 外部力量跟内部力量的一个适当的黄金比例 但找到了吗 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讨论 还有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呢 拜登政府在2022年的目标 证明美军可以阻止北京来夺取台湾 好 这篇分析报道先想请 接任老师来帮我们看一下 尤其是提到了两个问题 美军资源分散还有军工的量能部署的问题 您怎么看 我们一般都知道两件事情 一个叫做摊子扑的太大 另外一件事情叫做贝多尔利芬 通常这些基本的逻辑 大家清楚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 就会比较清楚 真的 因为美国他早期号称在冷战的时候是世界警察 那么讲比较好听一点的话 就是世界大部分的空域跟海域的一般的安全 包括商船 包括民用航空 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 那么占据了很大的一个比例 换句话说就是美国对于全球公共空域 跟公共海域所提供的安全保障 让很多国家变成freerider 就是搭顺风车 那么使得美国负担比较大 美国现在面临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二次大战的时候 美国作为所有盟国的世界兵工厂的位置 已经不存在 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于国际经济的发展 那么所谓全球化趋势 导致了全世界各国的高度分工 那这个分工的情况之下 就使得美国有很多产业外移 美国现在军工企业面临 整个军备体系面对三大问题 第一个就是所谓劳工问题 劳工一方面 这个有技术高技术的劳工 那个面临了退休的年份 另外一个就是新的念这种 愿意专门在国防产业来服务的年轻人变少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高科技公司 Google 这个Meta 就是以前的Facebook 它吸引了大量的年轻的人 去追逐那些科系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 这个它因为市场分散 也就是说它的货源 它依赖的是全球供应链 这个供应链包括材料等等 当它发觉出现问题的时候 供应链出现问题的时候 它的材料的备料就会不够 所以它发现材料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所谓研发能力 因为获利的减低 所以当然这个获利减低这几年特别严重 包括COVID等等 那么所以它的把获利再拿来做研发的投资 相对比例就降低 而且低到蛮骇人听闻的角度 所以现在都不太有公司花超过7到8个percent的获利 拿来再去做研发 那么这个对于国防工业来讲都是很大的警讯 所以单就美国来看孝伟雄您怎么看 我们讲说如果是大国的军备竞赛 美国有哪些项目特别在此刻是值得堪虑的呢 其实它关键还是在因为反恐战争 因为反恐战争的这个二十几年下来 让美国的国防支出 大部分都留下了反恐战争相关硬的这样的部分 为什么现在美国跟大陆之间在军事上面来讲 感觉美国好像不是像过去那样能够一面倒的压倒共军 当然它说美国还是在很多项目方面是具有优势 但譬如说中国大陆它为了就是要能够遂行它在西太平洋地区 因为毕竟两岸之间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施政方向 所以它为了制止美国的区域拒责跟介入的能力 它开发投入了大量资源在反区域拒责的这个能力上面 因此大陆开发生产了大量的短程中程的这种地对地的弹道飞弹 或是长程反舰巡逸飞弹等等 而这些东西刚好却是美国这二十几年来所缺乏的 为什么 因为美国就变成说专门去到处去怎么样去把这个地洞里面的地鼠找出来打 反而忽略了外面的真正捏大老虎 所以变成说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的军备其实你看这二十年来并没有非常特别或是耀眼的这样一个跨世代的进步 但中国大陆反而是从无到有 因为过去1979年大陆开始跟美国建交 然后之后开始改革开放 然后它其实大概到二十世纪的 二十二十一世纪交界的时候 开始大量投入资源做军事现代化 但是因为它要做的事情只有军事现代化 但是美国忙着到处去地洞里面找地鼠打 所以两边的军备发展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分歧 当然特别现在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而且其实今天美国的威胁不仅仅是只有中国大陆而已 虽然说俄罗斯传统兵器现在看起来实在打得不怎么样 但是不可否认的俄罗斯毕竟还是这个地球上 到目前为止唯一有能力毁掉美国的国家 这是现实 所以那好 那在这些项目上包含这个战略性的武器 或者说是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全力开发的高超因素这一类的武器 美国在这方面 美国过去其实在911之前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 但这些研究就随着911的发生之后 很多东西就搁置下来了 所以他现在就在做的事情就是赶快去把当年911之前 做那些研究冲找出来 然后开始能够让它量产化 然后成为武器 这是美国现在要集体值追的地方 但是跟大陆有很大的差距 荒洋补牢还来得及吗 其实我觉得可能要花至少5到10年的时间 刚刚孝伟兄提到一个重点 反恐是关键 我们想想在20多年前 这个911发生以后 那随着这个政策的改变 本来原先是发展这个尖端的高科技 但是针对了反恐就开始发展不一样的武器 911的事件的爆发 这个反恐真的对于这20多年来 美国特别在军武政策上 研发的这个方向上 真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吗 时总 你观察 美国舆论对这种美国军备的焦虑 我觉得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内部政治的因素 快要编预算了 那基本上军火工业 他们有他们的需求 美国的政治人物 是他们的一个代理人 这时候舆论有特定的造势的声音 这个东西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一个是相对性的 当中国的军备激起直追 而且有显著的发展的时候 美国当然有这样的一个焦虑 但是事实上从实际的相对数字来看的话 中国的那个军事费用 它占GDP大概就是2%或2%以下而已 事实上是低于整个全世界的平均值的 我们看到的是说 它每年的成长率大概是7% 可是每年也就是大概维持这样的一个数字 整个总体的数字来讲 事实上还是差美国 非常的多 那回到说 到底是不是因为反恐 影响了美国的整个军事的 它的军备的准备呢 基本上当然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华尔街日报讲的 我觉得比不上黄老师讲的 来得精确 黄老师讲的是说贝多而立分 那华尔街它这媒体报导的是说发展转向 事实上整个发展有真的因此而完全转向吗 还是说贝多立分 但是它原来的发展仍然保持住 我这里要点出的是说 事实上反恐不只是一个军事行动而已 如果是军事行动而已 它根本不会有一个国土安全部的成立 当初花了400多亿美元 现在它的年预算是500多亿美元 可是整个国防预算是8000多亿美元 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得出来说 反恐它基本上一个很大的重点 还是在它内部的一个维安 它内部的安全以及它的情报 和事先的预防而已 911事件之后 美国内部研讨的一个最大的 一致的结论就是说 事实上这是可以预防的危机 这是可以管理的一个危机 但是是漏接的 然后我们从国土安全部成立以来 整个不管是在法律上的改变 或者设备 或者是人员上的增压等等 都可以看到说所谓反恐 不只是一个军事行为而已 贝多尔利分导导致中美的军力 现在你说旗鼓相当也好 或者说已经有若干的落差 Ross你了解美国的状况是如何呢 问题是美国不只是有在亚太地区 有它的obligations 所以我们可以讲防空这个时代 或许已经过去了 已经到了20年 美国已经撤退阿富汗 但是事实不是这么简单吧 美国还是需要在博士网 中东地区有军事部署 毕竟很多国家跟美国有 非常密切的安全的关系 包含伊色列或沙烏地阿拉伯 和UAE等等国家 那要加上伊朗这个核物的发展 继续下去 那如果美国银牌 就是对中国的银牌 像拜登政府说 一些资源要 不管是预算海军等等资源 要调到亚太地区 能不能跑去伊色列等等 或沙烏地阿拉伯 我们中东地区的盲牙 从这个因跟果来看的话 因为反恐的 如果反恐是个果的话 你要想因是什么 但是这个反恐是 it isn't over 这个我们真的要记得 包含最近几个月 美国也是在 不管是在首帽里 或其他国家 也有相关的行动 比如说暗杀 恐怖集团的领袖等等 所以目前美国这些国防 国家安全的专家 我相信他们也是觉得 我们不能在中东地区 放弃我们那边的部署 但是也希望我们可以 在亚太地区增加 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我们还没有 很仔细地讨论 那就是乌克兰 美国也要军援乌克兰 而且这是主流 目前在美国是主流一件 是支持乌克兰 美国立场就是 继续地维持世界秩序 但是我相信将来几月 会有越来越多 美国的专家会说 台湾呢 台湾呢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去到这里 我去看你 我们的战争的双重 我们在前面